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杂志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中平均气温要低于5度的日子 超过90天 那么南北供暖的这个分界线呢 也是上世纪50年代画出的这个秦岭淮河线 有专家就说了 这条线是基于当时的经济水平 那是没办法 只能优先考虑了北方 现在随着经济的提高气候的变化 这条线呢 已经不怎么适应现代社会了 不少南方地区 它一年5度以下的天数啊 都已经超过90天了 有一个段子啊 是这么说的啊 说上海人说今天零度好冷 那山东人就笑了 我们这零下10度呢 北京人也笑了 我们这零下15度呢 黑龙江人听到啊 是哈哈大笑 我们这呀 零下30度 那上海人听完是冷笑一声 我说的是室内 你们北方有供暖 室内是十几度呢 广大处于这个包邮区的南方人 那有一道冬天 棉毛库棉毛衫是一个都不能少 全副武装还嫌不够呢 老话说呀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老话还说了呢 说这个北方人过冬啊 靠暖气 南方人过冬呢 靠正气 所以这几年呢 南方供暖屡屡被提上日程 不过关于这个南方供暖 历来呢 都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啊 有人就认为 北方供暖并不是为了取暖 而是为了防止水管皆兵 供暖呢 它只是一个副产品罢了 此外呀 北方供暖导致冬天 雾霾加重 是否要以空气污染作为代价呢 来给我们南方来集中供暖呢 这是需要考虑的 还有一个观点就认为 南方集中供暖呢 这耗能太高 集中供暖的收费 那是空调费的三倍左右 你看这个北方供暖 即使很多单位有补贴 一个冬天呢 它也要好几千块钱呢 南方的居民 那是不是都愿意交这个钱呢 这是一个未知数啊 我们再结合啊 咱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 你开了暖气之后 将消耗更多的热能保暖 说不定啊 还会导致墙体回潮呢 那么南方人想来点暖气 是不是就彻底没吸了呢 那也不一定啊 你看这一回啊 杭州供暖 人家用的呢 就是天然气 那更环保 而且呢 采用的是分户取暖 这跟北方集中供暖不一样 分户供暖呢 让用户 你根据自己家实际情况 来设置供暖的时长啊 供暖的温度啊 这跟适宜江南地区的气候条件 以及呢 建筑情况和这个居民的习惯 杭州供暖破冰 冬天 哎 南方也有暖气了 有人就感叹 真是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啊 也不知道这样的好福利 什么时候能在南方其他地方 也普及普及呢 就希望啊 杭州这一股热气 能吹翻南方不供暖的老皇帝啊 好 继续回来 现如今啊 网瘾啊 这已经不再是青少年的专利了 说很多老年人也成了网瘾老年 这过年期间 很多人就发现 这身边的爸爸妈妈 不再抱怨孩子 整天抱着手机不理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自己啊 也玩着不亦乐乎啊 什么玩网游啊 斗地主啊 消消乐啊 看韩剧啊 刷微博啊 那架势啊 完全不输给你年轻人 养花 书法 广场舞 哎呦 都退居二线了 这些个老年人 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领老入花 虫是一发不可收拾 前不久 中国互联网这个信息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 就显示啊 目前40岁以上的网民群体呢 达到了23% 老年人跟上了时代 玩一玩电脑 刷一刷手机 增长见识 消遣娱乐 倒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呢 你过度的这个沉迷 就变成了网瘾老年 那是真叫人的头疼 有人就吐槽啊 说老爸 凌晨两点 还在那玩这个网络游戏呢 老妈呢 烧饭 不忘抢红包呢 就连走路 也当起了低头足 哎呀 以前年轻人玩手机 爸妈呀就唠叨啊 说对身体不好 要多休息 可这个年头呢 爸妈也玩手机了 谁来管呢 子女多说了两句 人家不高兴啊 老年人沉迷网络 最遭殃的 当然就是身体了 你看这不久 重庆 一位84岁的老大爷 因为迷上了网络游戏 自配高端电脑 还买了两个智能手机 经常玩 玩到凌晨两三点 才碎 结果呢 突发老梗 被送进医院 有医生就说了 老年人的身体啊 不像年轻人 经不起折腾啊 一旦沉迷于这个网络啊 很容易患这个颈部啊 眼部啊 心血管这个疾病 其实啊 老年人网瘾的背后 恐怕还是这个孤独啊 惹的祸 你退了休 孩子呢 又不常在身边 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那就很容易 跑到虚拟世界呢 去打发时间 寻求一个安慰 所以呢 老年人 借网瘾 咱家人的关爱啊 沟通啊 就非常重要 要多引导他们 发掘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 比如 您可以报名上老年大学啊 参加一些个社区活动啊 多交一交老朋友啊 咱们正步入到了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啊 网瘾老年 那是值得关注 咱社会各方各面啊 应该多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 让他们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好 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电影飞跃风人院 咱都看过啊 可最近在贵阳 还真有发生了类似的戏剧性的一幕 引发人们关注 话说大年初三 这本来是传统当中不宜出门 拨好拜年的日子 可贵阳某公立医院的医生 杨绍雷 人家厉害了 带着全院六十四名患者 带着精神病科的三名医生 七名护士 在鞭炮生生的掩护下 哎呦 鸟敲地了 往外跑了 这个我们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 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大过年的一大帮的医生护士病人 这是要去哪呢 哎呀 不会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哎 这问题答案呢 好像也没什么太特别 他们呢 是去了当地另外一家的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哈 这六十多名患者呀 可以算是全员转移呀 要知道啊 原本这医院总共也就六十五个病人 被剩下的那一个 还是一个跑不动的一百多岁的重症老爷爷 而医护人员也差不多呀 那么几位一走啊 这原来医院里面的这个精神科呢 也就硕果警成剩下一个医生了 跟电影里不一样啊 电影里人家飞越风人院 是想从严肃管制的医院环境 偷偷的溜出去玩啊 是要给病人寻找一些快乐的心态和生活的意义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个贵阳的六十四个病人出逃呢 却是因为啊 这个杨医生啊 他要跳槽 所以呢 杨医生这是带着自己的客户和手下的金牌团队 集体投奔新单位 这一招那真是太心机了啊 听完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呀 这场火热的年度挖人大戏 在大多数人还没有上班的新年衣食 就这么轰轰烈烈的乐辣开场 之后啊 原单位立马就发了一份声明 声明就说了 首先 主任杨少雷带病人转院的时候 并没有告知患者家属以及监护人 也没有办理离院或者是出院的手续 再者 几名医护人员也没有申请调离呀 或者是申请辞职啊 医院就认为 这是一起有计划有组织的恶性事件 严重侵犯到了监护人执行权和选择权 恶意违反了职业操守 践踏了同行良性竞争 希望啊 能够追究这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并报警处理 但这个病人前往的那个新医院呢 人家就认为 你声明里的情况啊 不属实啊 他们坚定的认为 这是一场正常的人才流动 而带病人出走的医生 杨大夫呢 他也挺委屈的 说不知道大家为啥都关注我呀 很郁闷的 目前 64名患者当中 已经有4名患者啊 主动要求回到原来的医院 其他大部分的呢 就留在了新的医院 当地魏纪委啊 首次回应呢 就表示 说所有患者情况稳定 采取五条处置的措施 就坚实 以病人为中心 全力做好病人的医疗救治和安全保障工作 还有呢 要尊重病人 包括家属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还再次征求患者监护人的意见 还要自愿选择就医的医院等等 说起来吧 原医院呢 它是属于三甲医院 在当地的精神病专科还是很有名的 而这个病人和医护人员流向的这个新医院呢 是一家民营资本控制的二甲医院 那人们就纳闷呢 为啥病人会从一家口碑良好的三甲公立医院 流向一个二甲的民营医院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原医院呢 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而这个新医院呢 据说呀 要投八个亿进行医院的升级扩建 不仅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比原来单位要高 而且呢 医疗环境 住院环境会大幅度的改善 你比如啊 男女患者要分城来居住 还设有独立的厨房等等 而当时医生杨大夫就表示啊 这家民营医院将会有四十亩地啊 用来升级新的医疗建设 有助于实现它打造精神病科系 医护一体化的职业理想 所以呢 咱们综合起来看啊 这就是医护人员跳槽患者更换医院的主要原因 医生带着病人出走 这其中既有人往高处走的真实的人性 也有残酷伤战的宵夜弥漫 当然咯 这事情呢 看似错综复杂 但这个主线脉络呢 很简单 还是明资砸钱抢人的老套路 在过去啊 公立医院的职业待遇呢 相比这个私立医院呢 天然就有着巨大的优势 所谓体质流人本身就构成了最可靠的防线 可是到了现在 随着医疗领域市场化程度的提升 优质医生从公立医院朝明尼医院的单向流动 是越来越成为流行的趋势 公立医院那些原始粗糙的人力制度的设计 自然就抵挡不了名字砸钱挖人的精明算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医生带病人集体跳槽事件 那就不算新鲜了 但是咱们这个就事论事哈 公众显然更应该关注的是 这六十多名被裹挟其中的精神病患者 他们基本的信息知情权 以及基于自由意志的自主的这个选择权 是不是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呢 在这里我们就希望这么一场火热的挖人大戏 尽可能不要误伤那些无辜啊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新收看文章标题 哪里才是理想工作地 这过完年了 您正在去往哪一座城市的路上呢 最近有机构进行了一个理想工作地的调查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 您最希望去哪一个城市工作 结果不出意外啊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和广州 逃离北上广那真是一个伪命题啊 逃来逃去啊 还是在这几个大城市之间呢打转转 所以呢 人们嘴上吐槽要逃离北上广 带脚呢 却往北上广啊 蜂拥而去 有人就说呀 面对高房价高物价 以及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活在北上广 那尊严何处安放呢 但也有人就反问了 小城市你就能获得尊严 大城市是拼本市 小城市呢 拼爹 在年轻人的眼里啊 北上广的每一篇树叶都闪烁着梦想的光芒 什么交通拥堵啊 空气污染啊 房价超高啊 都不能阻挡年轻人的梦想 那么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呢 城市能否两全其美 既能实现梦想 又能够安逸生活呢 好像啊 还真的可以啊 你比如 硅谷是在山谷 斯坦福呢 是在郊区 牛津剑桥呢 都在小城市 那达沃斯呢 更是瑞士的一个小镇 他们这些呢 都偏一一语 却并不妨碍 他们成为世界的焦点 所以啊 理想的工作地 就是既融得下繁华的喧嚣 又找得到心灵的安静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最近啊 一组图片在朋友圈火了 名字叫上半生理想 下半生现实 你看啊 修自行车的 不妨碍拥有一颗开飞机的心 孩子脚踩着这个堆积如山的作业 照样想做一个超人 一对小夫妻 希望穿着西装婚纱 当少爷名媛 但还是呢 得脚踏实地的去擦田 乡下的爷爷奶奶 辛苦一辈子 而心愿呢 就是想去看看北京天安门 有人就感叹 虽然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不敢 但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值得尊重 要知道啊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往事 今天是2月9号 1937年的2月9号 今天 王德明出生在河北唐山 今天呢 是王老先生 八十大寿 咱们先啊 祝他生日快乐 可能很多人呢 都不太知道 王德明是谁 他呀 是中国工程院 第一批的院士 也是咱中国油田 分成开采和 化学驱油技术的 电机人 大清油田 咱都知道吧 七八十年代 正是因为 王老先生的技术 这大清油田 才能够实现高产和文产 他推导出来的松疗法呀 一直用到现在 可以说 王德明 为石油事业的发展 是加了不少的油啊 最近 王老爷子的一张老照片 又被翻了出来 没想到啊 一下子就成了国民偶像 咯 就是这个照片啊 我保证啊 绝对不是放错了啊 这真不是什么吴彦祖啊 这是王先生 王德明 货真价实 如假包换 哎呦 用一首歌来形容啊 那就是 无以伦比的美丽啊 分分钟 把那些个小鲜肉啊 秒成闸呀 你像有人就说了 以前爹妈都告诉咱啊 上天是公平的 给了你长相 他就不太给你智慧 给了你智慧呢 就不太会给你好的长相 但咱们看看 王院士的照片 才知道 上天 他也有偏心的时候啊 其实哈 这照片呢 是王德明考上 中国石油大学的 一个录学的照片 也就是说 这只是正见照呢 有人就开玩笑说 正见照都能帅成这样 这不科学呀 年轻时候的王老爷子啊 够帅吧 现在年纪大了 他依旧是风采一篮啊 老帅哥一枚啊 人家去年 王老爷子呢 更是直接帅出了地球 因为他的卓越这个贡献 有一颗小行星 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就叫王德明星 要知道啊 小行星命名 那是一项国际性的 充高荣誉啊 能够获此殊荣的呢 都是不达芬奇啊 牛顿啊 居里夫人 这样的大神级别 那前几年 那部热播的电视剧 来自星星的你 咱都看过 这电视剧肯定是虚构的 不过这王德明 那才是实打实的 来自星星的你啊 其实啊 一路走来 王德明呢 都是最亮的那颗星 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了大学 读大学的时候呢 学霸属性 再次全开 门门功课是满分 还有运动细胞 也是一级棒啊 这样能闻能武的尖子生 自然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不少女生啊 都给他写情书啊 这要隔现在 那都可以拍一部电影 说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王德明 但这个王德明呢 对这些个一概是不理 每天想的呢 都是石油的那些事啊 毕业以后 他主动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 申请去到了大庆啊 当时啊 他就发现油田开发 采用的这个国外那一套理论呢 是不太符合大庆油田的情况 为了搞科研 他把自己呢 就关在一个小屋里啊 废寝旺事 这头发呢 长得狮子 他都顾不上喜啊 过年到了除夕 每个职工都能领到面粉啊 饺子鲜啊 用来包饺子 结果呢 为了不耽误时间 这王德明 直接就包了两个特大特大好的饺子 两个就包完了 他说呀 反正都吃到肚子里 哎 这个营养价值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么一种死磕的劲啊 经过一百多天的奋战 王德明啊 成功推算出了符合大庆油田的一个计算公式 也就是咱刚刚说到的松疗法 因为他这个研究 大庆油田采出来的这个原油呢 比美国要高出十个百分点 现在这个王老先生啊 已经八十高龄了 但依然在给学生们上课 在搞科研 他就说了 一般人不太容易一件事天天做 但我呢 从来不做一件不能天天做的事 这骨子对科研严谨认真执着的精神 那才是真的帅啊 有人就感叹呢 一开始看到王老的照片 惊为天人 再看看他的事迹 是目瞪口呆 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要我说啊 并不是王老有多神啊 而是这个时代 像他这样的人 太少了 现如今 看重颜值的多 追求内在的少 功力浮躁的多 潜心学问的少 咱就但愿啊 从王老先生的身上 我们都能够好好地想一想 自己要的究竟是多了 还是少了 最近 姚明又成了一个焦点 美国休斯顿火箭队为他举办了一个球衣退役的仪式 当天 姚明带着妻子女儿还有父母都来了 除此以外 NBA的主席 休斯顿火箭队的老板 还有火箭队的球员都见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 姚明的11号球衣缓缓上升 飘扬在球场的上空 说到这呀 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这球员退役 咱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这个球衣退役 是什么东东啊 为球衣办这个退役的仪式 又是为了什么呢 杂志啊 就给我们科普了一下 说这个球衣退役啊 是对球员职业生涯最高的评价和最大的肯定 这球衣一退役 也就意味着火箭队 其他的球员呢 你不能再穿这个号码的球衣了 可见这球衣退役的仪式 那不是想办就办的 一般来说啊 球员只有一直在一个队负役 表现出色 球队才有可能给他办这个仪式 如果你半路跳槽 跳到别的球队 那就悬了 不过呢 凡事也有特例 作为NBA的传奇人物 乔丹他曾经先后为芝加哥公牛队 以及另外一个华盛顿这个奇才队啊 效力 他退役之后 公牛队和奇才队啊 都为他的球衣举办了退役仪式 人家是神呢 更厉害的是啊 还有一支球队 迈阿密热队 也为乔丹举办了球衣退役仪式 要知道啊 乔丹根本就没有为这个热火队打过球啊 说1990年代哈 乔丹率领的公牛队还一度与热火队成为素敌呢 但乔丹就有这样的魅力 让曾经的对手也为他折腰 这个真称得上是传奇了 同样传奇的还有另外一位 就图片上这位叫奇克赫恩啊 从来没有上场打过球 却也有一个球衣退役仪式 他呀是解说员啊 在38年里解说了洛杉矶湖人队的三千多场比赛 创造了许多经典的解说词 什么大灌篮呢 三不瞻呢 都是出自他啊 也被称为是胡人之声 后来呢 老爷子去世了 这洛杉矶湖人队为了纪念他 就给他也办了一个球衣退役的仪式 不过呢 球衣上没有号码 取要带直的是一个麦克风的图案 看见没有 只要功夫深 就算三不瞻 也能实现人生的大灌篮 现在这个共享经济啊 已经成了一个热词 比如共享单车 几乎成了很多城市的标配 手机一扫 就能在附近租一辆自行车 解决短途的出行问题 不过如果地方有点远 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两个轮子换成四个轮子 没错 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共享汽车 最近啊 在不少城市都出现了许多小小玲珑的共享汽车 与这个共享单车类似啊 使用共享汽车呢 也是首先需要下载APP 然后呢 要上传驾照的信息 通过审核 还缴纳一定数量的押金 之后啊 咱消费者就可以租车使用了 共享汽车 通常有两种取车的方式 一呢 就是到指定的网点去拿车 还有一种啊 叫接力 啥意思呢 就是上一个用户 用完车之后 就停在附近的停车位 如果周围正好有用户 需要使用这个共享汽车 那么他就继续接力来使用 先如今啊 北京上海一些城市白领的出行模式呢 哎 变成这样了 先骑着共享单车 骑到停车场 然后呢 再开着共享汽车去上班 也许有人就问呢 干嘛那么麻烦呢 你直接打车呗 哎 这个共享汽车呀 还有一大优势呢 那就是价格 比这个出租车呀 网约车呀 便宜不少 有的租车平台呀 甚至便宜一半以上 你看看 有的共享汽车 省去了买车养车的麻烦 只要有驾照 有手机 就能开着小车出行 这多舒坦呢 特别是一些摇号买车的城市 你一时半火是买不成车的 这共享汽车 那就确实提供了方便 所以呀 这就获得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有业内人士就表示 今年有可能成为 共享汽车的爆发元年 未来这几年呢 将迎来它爆发性的增长啊 瞧这雄心壮志哈 不过呢 也有人呢 就泼冷水哈 认为目前共享汽车 存在很多的不足 你像有消费者就抱怨 车和网点还是比较少 每次呢 都是秒光啊 抢啊 租车啊 基本靠抢 另外呢 不少共享汽车 它都是电动车 需要呢 充电 可是与之相配的充电桩 又太少了 有用户啊 开到半路上 没电了 那真是一个大写的尴尬呀 看来啊 这共享汽车 真想要平稳上路 那还继续需要磨合 磨合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类词啊 食物首饰 说日本有一家制作仿征食物这个模型的企业 他们推出的食物模型 外观逼真 光彩可人 你瞅上一眼呢 都勾着人呢 食欲大发 您看这一盘仿征的尖角 那香味呢 仿佛从屏幕里都透出来了 不过呢 他们似乎还不满足 在食品模型行业当老大 最近啊 他们又开始进军首饰界 只要能吃的东西 都给他设计成了首饰 就成为是食物首饰 你看 这是意大利肉酱面项链 青椒肉丝项链 这上面还插了一双筷子呢 这不光是项链 包括什么发卡呀 什么耳环呢 戒指啊 都能做啊 比如这个培根煎蛋发卡啊 还有蛋黄都快低下来了 还有这个一头肉酱 意大利面发卡 这个海鲜拉面发卡 这样的这个首饰啊 看着真是有点拉眼睛啊 要我说啊 敢于带这样的食物首饰 那也是吃货当中的战斗机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中午 接着说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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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